稍後下午我們會看完那段片 看完那段片 我相信建制派會再進一步商量 應該怎樣做 至於他應不應該辭職 我相信大家都看了 民主黨的資深會員 劉偉卿女士說的話 都說明他已經不適合做立法會議員 所以我認為許智峰自己應該考慮主動辭職 一地兩檢委員會的主席跟這件事沒有關係 因為之前有說過 一地兩檢 他不是 有關要進行譴責等等 今天我們黨團都應該會談一談 我們再決定下一步去做 究竟是否我們民建聯自己親自做 還是由其他建制派議員做 或者我們共同聯署去做 這個我們都會先談一談 才有最後的定論 如果檢察動議的話 民主黨如果在政的話 就有機會集不到三分之六 你覺得一個負責政黨 是否應該留在議席上投票 或者留在議席上 留在議席上顯示他出席上去投票 你通常來說 假如一個議員的工作 應該盡量能夠投票就投票 要清晰的支持還是反對 這個應該是很利落的 至於你說你投票 你又不投了 不過我又坐在這裏 我覺得投票那一刻你坐在這裏 等於是反對譴責他 跟你說不投票有甚麼關係 市民三水都很清 我覺得這麼大的政黨做事 不應含糊 謝謝 謝謝